今天上午行的联合统领新念州,由中央评议委员杨亮龚主持,经济部长孙玉玄在新念州中以台湾经济发展建设和应变准备为一,做了专题报告。 曾部长表示,今年上半年,台湾经济发展仍然保持蓬勃成长的现象,其中特别显著的是对外贸易巨富扩张,进出口扩植再创新的记录,国内外投资维持了近年来的增长状况,工业生产增加更为快速,增加率都是二十年来所顶限的。